今集我們要找的就是 太空爐 燒尾爐分為太空爐、燒豬爐、鴨爐等等 其中外形像一個小火箭的就叫做太空爐 這些燒尾爐的奧妙之處 就是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將各種燒尾燒好 令到肉汁鎖在肉裏 這些燒尾爐背後 都有一個過百年歷史老字號蔡同勝 一錘一錘用人手打出來的 筆記指一年多集 走訪本地老公像 認識這些廚師們的左右手 爸爸是做到多少歲就退休了 沒有下來抱怨 15年了 2005年了 這麼快就不在這裡 沒理由 2005年了 好像是 2004年差這麼快就 有馬地都是4、5間左右 現在反正香港做太空爐 就以我所知只有我們 燒鴨爐 這個燒鴨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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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放在這裡嗎? 是呀 要做一個招牌才會讓人家 有些找不到我也看到一個爐 這個招牌很古爐 是呀 用銅島沒有島出來 這個呢? 就是永俠龍訂了燒鴨豬 不是燒鴨豬 是燒鴨豬 是燒鴨豬的叉 找人手燒 所以它的豬豬比較好吃 其實它的叉這麼大 我想它還要撐起鴨豬 其實也挺重 待會見到老闆說 我拿過一支叉這麼重 現在全港 就不多於十間 就有這個炭燒燒鱗牌 有提供這個炭燒燒鴨 我今天就來到炭子 去仿巡炭燒的香味 用慣了 現在摸完 在街上摸完東西都會噴一噴手 就可以安心食用了 已經有超過六十年歷史的永俠龍 是少數以炭火直燒的燒鴨店 店裡的燒豬爐、燒豬叉、太空爐 全部都是由菜童性出品 其中燒豬都依然堅持 每隻用人手燒製 那時只有菜童性一間 九龍豬只有我一間 那些鐵就比較好一點 沒有複雜 那些爐沒有那麼容易爛 耐用很多 建菜同城做這些豬叉 那這些多久要換一次 這些很接近的 舊這些都是十幾十年 有時候太舊才買 其實不是很難的 越舊叉越好用 這個爐呢 這個爐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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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當然久了 這裏看得出來了 這裏都爆了出來 天天用火燒 通常用什麼炭 過炭 早上九點幾 一走就已經開始回 有個師傅早上五六點就回來在夜 人都在這裏六八九個字 夏天有沒有試過中暑 中暑一定比較熱一點 大汗一點 一定 我看你夏天是穿背心燒的 不穿衣服 不穿衣服就是這樣 呼氣 我時期都真的很得人驚 大佬 機器是死的 不斷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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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人呢 可以 哪裏燒不斷 哪裏軟 哪裏軟 都可以 放低 放高 都可以 是不是 那個人的針機 那裏 現在訂一隻豬要多少錢 五千八百幾 五千八百幾 要找師傅幫你斬 人頭燒是唯一的 是這間的 全香港 就是這間的 豬好吃 脆皮 很正 坊間 不是那麼多均勻 明顯不同 和外面街的外面街 可能有些分別 吃了幾十年了 我不善慈靈 但我覺得好吃 我特地駕駛私家車 是 要經過什麼步驟 通常 通常 你 拿回來的時候 就幫它 割開 然後 放些 尿 下去 然後 上色 上色 然後背乾 好像這些 然後再拿進去焗 焗完 就拿上來燒 好 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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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麻煩 你不知道有麻煩 但我很麻煩 那些 我看你做醫生做了很多年 我 二十多年 三十年 做開了 哪裡可以住 幾十歲 少了幾十年 我不是年輕人 老鬼 話說我剛才在蔡同勝 拿了一瓶豬叉 我也覺得 如果拿一瓶豬叉 比我更高 那是極級重 現在我試試 在碳螺面前 插了中珠之後 我能否拿到 這個插了九斤重 九斤重 九斤重 才插 對 又說能不能動 完全 自己不能動 誒 有了 零的突破 舉起了 嘩 其實 那瓶是八十多斤 插了九斤和八九斤 其實是要怎樣才夠力 我轉是轉不到 那就真的不夠力了 你說不用力的 為什麼剛才說 我說做久了才不用力 我想你一年都沒得 我宣告失敗了 店內主力就是賣招牌燒豬 叉燒燒鵝雖然都有賣 但數量相對比較少 需要靠這個串店唯一一個太空爐 由炭火燒制 這個太空爐方方正正 不是見到的一般這樣原生 由於前舖後工場 始終地方有限 本身在電子公司工作的陳老闆 在八十年代接手老舖之後 就憑著經驗設計出獨有的太空爐 同樣都是由蔡統勝度身訂造的 那些肥差男人 回堂這些叫做 他們這些反而耐用一點 這些爐就不 是換那個膽的 裡面那個膽 一燒到沒有了 就要那個燈銅的賣 也很棒 是啊 現在可以到現在都是蛋燒 人家那些爐就開了 我們那些又要慢慢等它燒熟 時間慢了 沒有它們那麼快 燒到那麼多時間要加 燒到那麼多時間要加 就是那裡麻煩 這些肉質香 它又又香些 不會那麼乾 燒完你上來 還有點水分 這個牌子你不是那麼容易拿的 現在差不多起碼有五十年前已經不發的 要珍惜一下它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 但是你又沒有人做 你沒有人做也沒有辦法 這樣才知道 製作太空爐要經過 切割、燒行、打磨等等工序 需時大概十天 由於工序太過繁複 所以只能拍攝到爐蓋和燒爐的部分 這個其實是甚麼部位 這個爐蓋即是氣窗 氣窗 即是燒豬爐、燒鴨爐的氣窗 拿著這個東西 然後用本的腳端 放著屁股 然後剪 我覺得這個是有少少告乾圓 對 所以才夠力 因為那些全部是不鏽鋼片 對,不鏽鋼片 這個有1.5厚的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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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慢慢慢慢 逐少 近一點 越上去就要有力 因為好像剪刀一樣 對 好,然後再踩回這裡 因為還要整圓一點 對,要整圓 這裡 其實全部都要用力 對 這部機多久 歷史 這部機10年左右 這部機10年 已經爛了幾步 這部機10年 這些剪刀一樣 用來用去撕掉磨 還有刀片要整天磨 對 那就拿回弧位 拿回弧位 一來就好看 二來就可以做到 風物那個 氣門那個窗口 就靠燒炭 就靠這個洞來扯火 是 開得越大個洞 火會越猛 馬上吊鑽 這個吊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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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有實力的 這個吊鑽 浪淨 它吊鑽 向著那個吊鑽 即是吊鑽 對 不夠力 這個菜很重 這個位置是要把它吊進去 對 要把這個吊鑽 掉進去 就把這個吊鑽 對 要把這個吊鑽 再把這個吊鑽 然後把這個吊鑽 打進去 這樣嗎 對 然後把這個吊鑽 反轉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要把這個吊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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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時候這樣吊斷了 不會斷的 這樣就到這裏 這裏打一平 這裏 這裏 打這裏 好累 跟這個差不多 不過可以再多些 很難想像到 你們每天都要做 不是 不是整天天做的 即是有訂單就做 有訂單就做 吊幾個 最高高期一天 一天就吊二十多個 吊二十多個 逐樣逐樣做 煎是做爐身 然後煎是最後的 好 以前的蔡同勝 主要就是做油渣餐爐具 燒柴爐具 和冷熱水喉等等 去到七十年代 就開始製作燒鴨爐 太空爐等等 其他不鏽鋼爐具 現在的手藝 就由糧事兄弟 和拍檔何卓佩成全 三個人合力經營店 以前近月被封堂 所以就說 這裏油渣地附近 整船 維修船 那些店舖也很多 這樣就 因為船 就不用得火水佬 他就做些燒柴的爐 用來煮飯 船就幫助我們很多 到我來這裡做的時候 他已經轉型 走樓用具多了 最高風氣 應該到七八十年的時候 每天都是燒爐 做爐膽 最初用這隻燒鴨爐 燒鴨爐 燒鴨爐就燒不到豬 所以叫我們想一下 怎樣可以燒到豬 所以就想到這個炭鴨爐 最初用來找一些爐 做高一點 找一個烈鱗 釣豬 放在爐裡面 燒豬很辛苦 因為那隻豬都很重 所以改用這些便方便 整個爐軌 拉一隻豬到爐 那裡掛上去 師傅就沒那麼辛苦 它原形是把火在裡面走 可以用熱氣 它不是靠火 靠熱力和火來燒 製造炭鴨爐也很重 所以就要夠體力 本地燒鴨爐都仍然是用 蔡同城製作的燒鴨爐 除了永俠龍之外 還有老字號融技 和珍貴香等等 其實一個炭鴨都可以用很久 如果是燒炭鴨 燒炭鴨根本就不會爛 起碼是十年以上才會換 只是爛兩樣東西 是爐蛋 還有剛才做的燒爐蓋 這些黃泥 放了泥內 燒的時候 不會起很多煙 如果不是燒的時候會有很多煙 這些海沙 海沙 都拌勻它 微微可以 還要混合鴨泥 四十多年前已經開始有 這個內籠是用來做的 因為下肌不夠 就蓋不到鐵枝 還有爐爐冷縮熱醬 冷縮熱醬 這樣會爆 它有來保護著 就耐燒一點 你們用的鋼 是用什麼鋼 有些是日本的 有些是台灣的 大陸有 我們沒有用大陸鋼的 大陸鋼的雜筆多 以前有很多的 真的很多移民 就買些爐蓋做生意 近兩三年 人們已經開始 買大陸鋼 大陸鋼 大陸鋼 一千多二千元一個 就已經可以燒得到 那個爐的質素 用兩三次 那個爐就會重 就是爐身的硬度不夠 薄 它用0.8 我們用1.5 現在大家都知道 做生意 各個都是拉拉扯扯地過 賺錢不是這些時間 就是好和差 我們都沒有怎麼計算 總之過得活就算數 銷爐我們做得最好 銷爐就變成了價錢就好些 有沒有下一代接受 他們那些 沒有 他來這裡做 我出不了那份糧給他 因為他那份糧比我更好 有一天太空爐會不會燒光 不管 不過 他怎樣都要燒豬 燒納的東西 全世界各地都喜歡吃 一定有人做 但不會這麼漂亮 因為他都是老字號 現在這樣做 那隔一日會不會被人搶代了 當然有 淘汰 不是淘汰 是不做 是不做 好過緊急 那些老闆 淘汰 是不做我們 沒有人接手 你不做 好多人都說 現在吃不回以前的味道 或者以前的味道一定很好吃 那今天就做了關於 太空爐和燒爐的故事 那如果有一天 其實菜童性退休 那太空爐仍然都會存在 只不過這門首位 就會需要去到內地去尋找 雖然有點學識 不過這個都是不便的趨勢 多謝你看米子 記得comment share和like我們的片 還要按鐘仔